好了,大家好,今天是6月7日 回到明报报上怀身激的时间 美国今晚就会公布失业率 G7里面加拿大减息,美国就未减息 昨天欧洲央行都减息,有两个主要大国 减息了 今晚就要去看美国的失业率和非农就业人数 看看数据是不是显示了美国的经济会有机会放缓 而令到息口减息预期升温 这个就是今晚的数据去看 先看看美汇指数 你见到美汇指数 其实这个星期,星期一减息后 其实它都是反复偏远的 限一步看看它会不会穿上250天线 至于今天最主要是和大家去看看 看看比特币和以太币 我们见到美金慢慢坠下来 你见到比特币慢慢做上去 现在在做71200 其实距离今年的顶 73500 其实不是差很远 问题是它的走势上 你见到它慢慢做好 我会预计 随着美金向下跌 即是继续向下跌 比特币是会有机会 再破顶73500 甚至更加高 变成现在这些水平 如果你继续持有 都要持有 都是要握住它 都还没走得 也都没有走势 上面显示了 它会出现一个叫做急跌 或者下跌 下面的支持位 是65700 这里已经托高了 再进一步 至于以太币 当然更加厉害 自从在5月20号 美国公布了 如果说 可以有现货 ETF之后 其实以太币 基本上 没有回过 托着在这里 仍然保持向上 下一步 如果美金 继续跌下去 我相信以太币 都会有机会 重上 4000甚至更加高 所以变成现在 暂时来说 如果你看 Quito 应该是要 继续向上 因为美金 如果是 未来 减息 潮 开始去减息 你相信 都不是减一次的 今年之内 可能减两次 下年再减两次 其实对 比特币 都是有利的 所以变成 如果你现在 持有比特币 应该继续持有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有兴趣 持有 其实any time 都可以买 下面的支持位 如果你看 可不可以买 便宜一点 以太币下面 支持位 大概3300 比特币的支持位 大概6000 65000 就会是这样 暂时来说 都是叫做硬正的 Quito 都是硬正的 看看是不是 今晚的数据 会令到 美金向下跌 而令到 Quito 再进一步上升 就会是这样 好吗 好了 今天就这么多了 有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